在2018年,如果要总结去年最后的几首神曲,那肯定少不了我们不一样这首歌。 这首歌大火之后,也让原唱大壮的名气大增。 其实,大壮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,他还是一名主播,早在他成名前, 大壮在直播界凭借不俗的唱功小有名气。 2006年,大壮在朋友的推荐下,踏进直播这个行业,劫失了很多业内的大主播。 第一次开始直播的那天,大壮的一个好歌们帮他捧场,总共给他送出了价值十多万的礼物。 不少的游客慕名而来,他们想看看这个主播到底什么来的。 这场直播为他积累了第一批观众,大壮从一名不知名的小主播到如今身价千万的歌手。 他深知今天的成功,少不了身边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。 大壮的大部分作品,除止都是亲情或者友情,他把身边的兄弟看成家人。 这首《我们不一样》,描写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朋友和兄弟。 随着《我们不一样》这首歌广为大众传唱,大壮的名气也进一步扩大,身价不断上升。 如今他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各地的商业邀请。 以前当主播的时候,大壮一场商业的演出费只有几千,如今翻了几十倍,光一场出场费就高达六百。 剧业内人士的透露,如今大壮的荡西已经处于爆满状态,天天商业接到手转。 如今我们要为这些音乐人感到高兴,他们能够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。 感谢观看